小伙野外发现奇怪动物 像蛇又像鸟 走近一看 发现此物不简单 大自然鬼斧神工 地球上生活着形形色色的奇怪动物 一些喜欢野外探险的人经常有意外收获 国外一位小伙在森林中探险的时候 听到草丛中传来一种十分奇怪的声音 小伙靠近一看 发现一只十分奇怪的动物 这只动物又像毒蛇又像鸟类 还在跳着一种十分奇怪的舞蹈 场面虽然有点诡异 但是小伙还是打算靠近仔细观察 等到这只动物转过身来 真相终于大白了 这个奇怪的家伙是一只拥有怪异尾巴的鸟类 事后小伙查语资料得知 这种奇怪的鸟类叫做华丽琴鸟 1798年2月 几名探想家组队来到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山上面 搜寻一种传说中的美丽神鸟 它们翻山越岭 穿越了很多人际罕至的险境 终于发现这种美丽的不知名字的鸟类 这种鸟类最亮眼的地方就是它们的尾巴 它们长有16根修长的尾羽 几乎占据全身的三分之二 尾巴展开之后 很像一下美丽的竖琴 因此鸟类学家将这种美丽的鸟儿 命名为琴鸟 华丽琴鸟主要分布于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州和昆士兰州 这种体型比较大的鸟类 其身长在80到98厘米之间 体重975克左右 雄性华丽琴鸟 拥有长耳宽的美丽维羽 最外侧的维羽外卷成弧形 上面点缀着金褐色冠状般 另外一侧呈现银百色 看起来美轮美奂 在平日中 雄性华丽琴鸟的尾巴 一般都是拖在身后的 只有秋偶的时候 才会像孔雀开平那样树立起来 雄性华丽琴鸟 秋偶的时候还会跳起美丽的舞蹈 因此也就出现了小伙子 开头看到那一幕 雄鸟清理出一块空地 将尾巴树立起来 左摇右晃 一边发出美妙声音 希望能够打动雌鸟 长长的美丽尾巴 让华丽琴鸟颜值飙升 同时也让它们付出了不小代价 长长的尾巴 对华丽琴鸟的飞行 造成了严重障碍 翅膀慢慢退化 却而代之的是 剑步如飞的强壮双足 不过还好 澳大利亚暂时没有 善于捉鸟的猫磕洞 华丽琴鸟拥有很多理想的气息力 华丽琴鸟正在慢慢从飞禽 向走兽过度 值得一提的是 华丽琴鸟是澳大利亚的国鸟 澳大利亚政府已经出台相关政策 对其进行保护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我们会带来更加有意思的视频